Garmin Run完賽 我自己的下半年的首場賽事終於開學了 這次我參加的是Garmin Run台北的21K挑戰 那就是半馬的組別是5.7跑 我自己因為大概兩週前 應該已經三週了 有扭到腳的情況 所以休息了一下 本來這場的預設目標 是要稍微為了兩個禮拜後的玻璃碼做調整 所以我本來目標是跑4分半 但因為我是第一排出發的 有一點點小壓力 一出發 全部人都一直這樣推 跑三分數會被推走了 所以我一開始前面大概兩公里 都跑三分五十幾到四分整 一下超速太多了 所以我大概前三公里心率是有點太高的情況 然後慢慢希望可以邊跑邊調整回來 那中間前十公里的均速大概都在四分十五左右 其實是有點超速 所以後半嘛 後10K 我就稍微壓到大概425到430 我們今天來到了2020年GAMING RUN TAIPEI 我現在身後呢 就是在騎點狗門前面 今天我要參加21K的賽事 那這次呢 距離兩週後的柏林馬鬆 只剩下14天 所以今天 我將我的柏林馬配出來稍微熱身準備一下 看一下我現在腳的恢復狀況 那我大概前兩天有去稍微照一下超音波 看一下自己的恢復狀況 目前大概是85%了 所以醫生是放行我可以跑 但我還是有做一些簡單的積貼固定啦 他跟我說 現在是勢必會有代償出現 但是要稍微讓其他周圍的肌群幫忙來支撐一下 所以今天95分 來看最後一下 四分半到底可不可以完成 跑在最前面領先集團 應該是這種感覺 但畢竟這個可以說是撐不久了 他們還跑3分40 慢慢調緩到我的目標開始 一出發 興奮100%了 每個人真的不行啊 哇 剛才第一排 不小心就超速太多了 看我現在第一公里3分47 現在第二個人壓到4分10秒 右邊這邊是女子第一集團通過 我要往往跑回我的配速 剛剛雖然覺得今天很涼 但其實起跑之後濕度還是蠻高的 好笑其實今天腳沒有感覺太不舒服 哇 第一個水站 2.5km就到了 哇 無故的杯子上面還有寫你加油 終於喝到滴口水了 剛前面去一些公關拍攝活動 大概4點半就去了 有點小口渴 OK 繼續努力 第3公里 第3公里 適合0.8秒 也要僵一點 僵一點 太激動了 黑速太快 要讓腳稍微安全一點跑 早上5點半的 關山河濱公園 還沒有天亮之前 準備太陽升起的畫面 很漂亮 繼續往明泉大橋前進 第6K 45k4分18 慢慢天亮了 剛剛後面這邊 就是10公里的折返點 去年跑10公里 很ㄎㄧㄤ 到這邊都蠻高速的 盡量跑半馬 賠出就可以稍微輕鬆一點點 繼續往彩虹橋前進 7K 4分18 17公里了 稍微吃個焦 前面要進水站 去吧 去吧 這邊要到彩虹橋了 這邊是8公里 第8K 4分17 前面就是今天折返店 這個折返之後 是我們要爬的第一座橋 今天總要爬兩次 還有一個是在搭紙橋 進補給站 喝個水 降溫 哇 剛剛這個站 桌子都是Amino Vital 這次補給站裡面有果膠可以拿 超讚 上橋 第一個上坡考驗 保守一點 不要跑太快 沒有到非常抖 但還是比平常配速慢了四五二十秒 調整一下呼吸 前面 就要左轉 往下 往大直橋方向跑去 10K 10分30 下坡了 加速好時機 可以回程 往大直橋努力 今天來跟回去 沒什麼風耶 如果這樣跑完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配速跑完 大約是 91 92 前面有點小超速 但是後面這樣一點 保守一點 95分類跑完就可以 不然我怕腳的狀況 兩週後比賽 保守一點 最後9公里 前面補給站到了 準備再吃我的第二條膠 大家好嗨喔 瘋狂叫 12K 4分12 加油加油加油 最後9K 原來我搞錯了 我們剛剛折返那條 不是明泉大橋 明泉大橋在這裡 口誤口誤 這邊是 13.6公里 我看影片 謝謝 4分22 目前59分42秒 最後7公里 7428 7321 大概大概30分鐘 內湖橋 14公里的補給點到了 快16公里 快16公里 又有一個補給點 有補給點 有補給點 就是喝水槍問的好時候 太陽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 我今天的眼鏡 是720Armor所推出的Flash進款 最大的特色是它有可多造型的變化 鏡片是偏光的功能 實際的配戴感受 是從天黑到天亮都可以保有很好的視線體驗 720Armor的MARS戰神系列 結構可以拆換的鏡片 淺藍變色片 可以搭配日夜兩用 所有運動皆可以適合搭配 下一款是我最常在影片中 休閒穿搭使用的 奧的休閒款 它是使用漁碗回收材料製作而成 而且它的經典圓框設計 非常容易在休閒時候搭配 有興趣的夥伴可以輸入 折瑞的專屬折扣碼 Jerry200 一次可以折地200元 這次開團直到10月6號 4分29 第16公里 68分40 剩5K 22分半左右 所以 大概91分 我剛剛上個1公里算錯啦 我現在是配4分半 看到我們終點 大直橋了 還要這樣繞一大圈過去 加油 加油 5公里 現在是17.7 到大直橋要上橋 折返 下橋再折返 加油 恭喜 2公里 我不退 全是18 8K 沒看到只有3點啦 小爆小爆的啊 心地力扒山了 群組好像7分30 大集橋 終點都要對面了 要上坡了 上橋了 上坡考驗開始 半馬終點在下面了 Come on! You can do it! Let's go! 最後的直線 加油加油 好!我也想衝 可是還好遠 最後一公里了 87分50 最後階段 剩下了700公尺 最後階段 快到了 終點到了 這次兩頭我剛給手錶 讓你們能夠持續來創造佳肌 92分 終點的下樓 不要忘記 完成 完成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通過終點的下樓 最終完賽時間92分30秒 均出師4分22跑完我的Gummy Run半馬 那我覺得整體狀態來說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覺得肌肉不太習慣 就是有些受傷的部位啊 另外一腳的相對位置其實有點帶長 越跑覺得越疲勞 而且出地時間不太平均的感覺 那我去治療的時候 醫生也說現在會有很明顯的一些帶床的情況 所以 我在柏林馬的預設目標啦 會再稍微保守一點用4分30秒起跑 大概是半馬配95分 相對於今天的天氣來講 會再少個可能10度 然後體感上 應該也會再輕鬆一點 所以 柏林馬希望可以用4分半 3小時10分的配速來完成 那這次Gummy Run的賽事路線 里程是剛剛好21.2 跑起來整體偏舒適 前面在比較快的情況 沒什麼人不會太急 而且水站超級密集的 大概1.52K 就遇到一個水站 10公里上橋之前 還有那個Amino Vital的Shot可以拿 整體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薦的賽事 我是野家洋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而且如果喜歡我這支 非常帥氣的720太陽眼鏡的話 記得在接下來可以到他們官網參考參考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